常年期第十九周星期四 恶主他人喉咙的恶仆 公读圣马斗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节 到十九章的第一节 那时波多路签来对耶稣说 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 我该宽恕他多少次 直到七次吗 耶稣对他说 我不对你说这到七次 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 要同他的仆人算账 他开始算账的时候 给他送来一个欠他一万塔龙铜的 因他没有可还的 主人就下令 要把他自己和妻子儿女 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 那仆人就不复在地 叩拜他说 主啊容忍我吧 一切我都要还给你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 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 但那仆人正出去时 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得纳的同伴 他就抓住他 扼住他的喉咙说 还你欠我的债 他的同伴就伏伏在地 哀求他说 容忍我吧 我必还给你 可是他不愿意 且把他下到间里 知道他欢清了债务 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 非常悲愤 随其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 对他说 恶仆 因为你哀求了我 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 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 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 他的主人大怒 所以把他交给行义 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 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 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 今天福音中 耶稣所说的这个恶仆 实际上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写照 在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恶仆的影子 因此我们今天呢 就从这个恶仆来默想天主的公义和慈悲 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恶仆的比喻呀 是天国的比喻 也就是天国中的天主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在教会信仰中的天主是怎么样的 这就是天国的比喻的意思 所以这个比喻的背景啊 是波多禄提出了一个有关宽恕的问题 我应该宽恕那得罪我的人 宽恕多少次七次够了吗一天 那意思就够多了 主耶稣的回答却是七十个七次 这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无限次 因为啊没有一个人一天会得罪你七十个七次的 但是问题是宽恕真的就像数字方程一样的简单吗 当然不是 宽恕是一个纠缠在公义和慈悲间的问题 所谓纠缠呢 就是他不是能够完全说清的 公义就是公义 慈悲就是慈悲 这两个是纠缠在一起 可以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么在比喻中的这个君王或者主人 他代表天主 首先就是天主所彰显的不是慈悲和宽恕 而是公义和公平 在这个比喻中 主人君王先把这个欠债的仆人拿来 要求他还债 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慈悲和宽恕的基础是公义 公平公正 也就是爱的基础一定是公义 没有公义的爱 那是假的 同样的 我们说宽恕别人 也并不代表取消公义 而是成全 就像有的人说 有一时候我们讲了一个宽恕的道理 有些朋友教育就问神父啊 那他们欠我的一些债 或者他们怎么样 我还要不要 或者说我还要不要 怎么要我的权利吗 这个问题现在这一例已经回答 你该要了就要 并且有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要 你也不懂宽恕 就是如果别人打了你 你都不会问你为什么打我 你也不懂什么叫宽恕的含义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个人 我们看他不知道要自己权利的人 他同时也不懂爱 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这样强调 就是我们常常讲公平公义公道 看成机械的数字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样的公平 我们不要这样的 为什么这个数字的 这是 可问题是这样的公平公义 只能使人受伤 无论是成是败都会受伤 要知道我们身为天主子女的人 我们使人要求的更多 不是光要求那个对和错 爱要渗透半岁的公义 爱才是圆满 爱才是一切圣化甘甜 天主是爱 若望福音第一 若方一章 若望一书四章十六节 我们做事的动机应该是爱 这样才能溢于爱人 使世间的爱净化被提升 所有的一切 这就是为什么在比喻中的主人 先是对这个仆人公义的对待他 可是后来见他如此可怜 就慈悲的宽恕他所有的债务的原因 这就是告诉我们 天主的慈悲不是不要公义 而是慈悲才是公义的圆满 我刚才再说了 咱们再说一句 就是说 不知道要公义的人 其实你也不懂什么叫慈悲的 你不会要公义 别人比如说别人侵犯了你的权利 你也不懂 那你也不懂什么叫宽恕别人 换言之 也只有走向慈悲 走向爱的公义 才是真正的公义 因此那些为了公平 而公平的公义 是不圆满的 就是他不能给人带来圆满 只能使人走向更深的伤害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说 有公义的要求 到丰盛的爱的道路很漫长 没有很多人能够坚持到底的 只有些呢 只走到了门槛就满足 把公义放到一边 仅仅做了一些复利工作 他们就试制了为了爱 殊不知只做了 赢尽的责任一小部分而已 就像满足的 像法律赛人一样 认为每周禁食两次 交了电税 并没有安全的法律 什么意思啊 上面这些话是指的 就是那些作秀的爱德 咱们上面不是讲了爱了吗 讲了公义 讲了爱了 那有些人的这样的爱啊 有些人就把爱作秀 什么叫作秀的爱 就是看似美丽动人 完善 甚至比天主的好像还都完善 比如说 比喻中的天主 至少在慈悲前 还将那个恶仆拉过来 抓住他 要他还债 那这对于作秀的爱来说 这是不原吗 哪能这样呢 完美的爱 连那个仆人 知道都不知道 就宽恕了他 这才叫爱 但是我上面说了 这样的爱 并不是真爱 因为不要正义的爱 也就不是真爱 你说的这样的爱德 美丽 感人不错 但是这样的爱德 问题是只是作秀 要知道 没有正义的爱 只能一阵子 人就受不了 因为正义才是基础 爱的才是圆满 而作秀的爱呢 它不是为了爱 作秀的目的都不是为了爱 而是为了自己 或者也叫自爱 那这样的作秀 很快就结束了 只能留下了无力的彩虹 带着点苍白 我们知道 爱德有路公义的圆满 首先要求美人尽责 但在这正义的开始 其次是 做事要平等 也就是说 先有公义 但是后面呢 就慢慢有公义走向爱 所以啊 有公义走向爱 这条路 是一个十字架的路 看着不是太好看 也不太完美 在路上还会出现悲剧 那么这个恶朴的故事 就算是一个悲剧 那么咱们下面就看下这个恶朴 这个恶朴啊 他是一个本来 要做一辈子牢狱的人 但却意外的获得了罪舍 可以说是喜从天降 要说呀 这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谁知道 又一个意外却发生了 他一出门 遇到了欠他一百得纳的同伴 他就掐住人家的脖子 逼迫人家还清所有的债务 那这就是他的意外 那么他这个看似意外的行为呢 却给他带了另外一个 意想不到的意外 或者叫恶欲 本来意外获得的惊喜 却又要连本带利都还回去 锅铛路遇 直到还清最后一文钱 我上面用了一连串的意外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故事啊 第一眼看谁都明白 就是说 但是仔细看的故事中 讨故事 我上面用意外中的意外 是从这个恶仆身上看的 那么咱们再仔细地看 这个恶仆是个什么人 这个恶仆表面看 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可问题是什么是忘恩负义 忘恩负义的意思是 这种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恩 也不知道什么叫义 他不知道什么叫恩 也不知道什么叫义 因此他又是个无信的人 因为无信的人才不知道 恩和义 因为无信的人最后对什么都无情 所以他又是一个为人刻薄的 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恩 因此他也不会对人是恩 因为他又不知道何为义 因此他也不会对人是公义 所以对他来说只有残酷的公平 所谓的公义对他来说残酷的公平 所以这样的人可以说 他把这个世界看得也很残酷 就是所以他们不了解天主 向他们所使的种种恩惠 他们将将之当成踩了狗齿运 这就是那些以欺骗为生的人 我们见过有些人飞机场火车站 转而靠了跟崩拐骗过日子的人 他们对他人的善心 对他人对他们的善心当成傻子 遇到了一个大傻蛋的意思 试问他们又怎么会对那些 向他们行善的人感恩呢 我要说的是什么 这个恶仆是一个不懂意又不懂爱的人 同样的这种人对于被 比如说他们骗钱的时候 被抓住了挨了一顿纵 挨了一顿板子 他苦爹叫娘求你宽恕我 对他来说也不是真正的苦求 就是饶我这一次 所以对他们说做了一次监狱 埃雷顿打 也不会有真正的怨言 他们就当成一次 或者当成一次不倒倒霉 下次小心点不要被抓住 所以他不会把这成为悔改的机会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到 他们对那些落到他们手中的人 也是无情和残酷的 因为这就是他们认为正常的人生哲学 换句话说 在这些人的哲学里 是没有公义也没有慈悲的 或者说他们是无情的 当然联名和宽恕更是奢侈品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 结论怎么办 如何对待这样的人 公义和慈悲的天主 深爱每一个人的天主 就要强迫这个恶谱学习公义 也就是让他从头开始学习 在哪里学习 先为你所欠的债还债 锒当录义 让他学习什么时候正义 当然学习正义 还要从真正的欠债还钱开始 所以让他们懂得正义到底是什么 才会对 因为他们懂得了公义 才会对他人的伤害 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 有公义走向慈悲 我不知道大家 我说的这个恶谱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清楚 我感觉稍微说了有点乱 那么我再大概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恶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好像 他不信世界上有正义 他也不会相信世界上有爱 所以他是一个无情的人 他把什么都看成偶然 都看成比如说 我今天遇到了别人宽恕 我给我施恩了 我当成一次什么 当成一次我踩了狗屎运 那么我今天呢 被人家抓了 我当成倒霉 所以他呢 不会怜悯 因为他也不知道别人对他怜悯 所以他也不会对别人怜悯 所以当他抓住别人 也认为你小子倒霉 我抓住你了 活该你找死 活该你倒霉 所以他也不懂意 更不懂宽恕 这是这个恶谱 那么对于这样的恶谱 你看看 在咱们身上 有没有影子 或者什么叫影子 比如说 我们有些人是什么 那叫得理不饶人 有些人就是得理不饶人 你看他挺是个好人 但是他的公义是什么 他的公义 就是那种 得理不饶人 要他得住一条人 把人就咬死了 就是那太过刻薄的一种人 所以这样的人呢 他也接受不了别人的恩 你别看那个得理不饶人的人 你爱他还不容易爱 你比如说你给他的东西 他一般的不接受 看着这样的人挺好 我平常不沾别人的光 实际上因为什么呢 他也不懂恩 你如果对他有点恩 说帮他点事了 他不让你帮 人家不让帮 我自己能干了 我自己干嘛 我想这或许是一个 怎么说呢 在一个残酷的世界里 排养下的灵魂 那么这样的人呢 需要在教会里 在基督的国内 在天国内 学习公义 学习正义 好 我们祈求主耶稣 派遣圣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